转换心情带您看看新竹一名中信大学生 昨天傍晚骑车行进虎口香的成功路 前方机车骑士的钱包啊 突然间掉落在地上 他立刻停车捡起钱包 可不是要站为己有哦 一路追了上去 追了将近4.5公里这么远 才终于把钱包物归原主 那为什么这么热心呢 男大生就说 因为自己以前也曾经掉过东西 他很能够理解施主的心情 因此才会竭尽所能的追了上去 而事后他把暖心举动po上网之后 被大批的网友推爆 骑车骑到一半 前方的机车却突然掉出一个东西 当下骑士赶紧把车子停靠路边 走回去把东西捡起来 他的东西掉了 一看才发现掉的原来是一个钱包 但施主已经不见人影 骑士赶紧骑车追了上去 几经波折终于找到施主 下次放箱子里 要不然东西会掉 追你们有够难的 我当下特别紧张 他停的那个地方实在是太难以跟他沟通了 而且加上当下又过了没几秒 就马上绿灯 这一路追得真的好辛苦 26号下午 新竹这一名南大生骑车准备去上课 却在成功路上发现前方骑士掉钱包 最后追到新丰车站附近 才把钱包归还 算一算路途将近4.5公里 诊断过程 上脸书网友大赞他好心会有善报 不过也有人提醒他做好事还是得注意安全 男大生谈到过去自己也曾经调过东西 能理解施主交集的心情 他才奋不顾身追了上去 顺利物归原主也算是功德一件 届时之前新竹报道